风少风这对明星情侣最近因为合作了一部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而频频曝光 那这部电影的名字虽然说是叫好好的但是有一些口碑呢却是坏坏的 在一些电影网站上的评分呢才刚刚到及格线 有的甚至还不到六分 而面对这样的状况妮妮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而且她还表示今后会继续和男友合作 我觉得如果站在演员的立场上去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有好角色好剧本那为什么不可以去尝试 采访当天妮妮呢是在出席一场婚纱秀 而这场婚纱秀的设计师呢也是因为给明星设计婚纱而闻名的 这也让人好奇了难道她跟冯绍峰已经在考虑婚姻大事了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妮妮就没那么自信了 开始向别人求助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披上婚纱呀 就这样求救